現在進入第十二份 都是今日最後一份的口頭質詢 下面請施嘉倫議員 多謝主席、施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目前澳門人口密度已經達到每平方公里 兩萬二千一百人的住居 土地資源虛缺導致體育、社區等各項社會 配套無辦法滿足影響到美麗家園的構建 以及市民對移居的一些需求 而且澳門人口政策研究報告亦都預測 本老人口將會從目前的六十五萬 增加到二零二零五年的七十五萬 如果不能夠尋找到新的土地 盡快活化舊區土地 必將會進一步影響居民的生活環境和居住環境 早前政府圍繞美麗家園的最高目標 提出構建地四空間的概念 表示除了澳門半島、坦仔、路環之外 在黑沙南面的海域通過填海開闢地四空間 本人認為相關的構思著眼於未來十年、二十年的一個發展 及早做出規劃佈局 非常具有前瞻性 這個概念提出之後 由於尚在初步構思的階段 社會所知甚少也引發一些質疑 認為所提的概念相對空泛 為進一步推進具有前瞻性的構想 了解地四空間的發展 方向本人提出以下的質疑 第一 當局可否介紹美麗家園的各項指標 以及地四空間 將會如何促進美麗家園的實驗 第二 李克強總理訪澳時提出 支持澳門發展海洋產業 本澳專家學者也曾提出 在路環島南面建人工深水碼頭 使澳門自由港再度生輝 這樣 當局提出的第四空間 它的主要功能定位是什麼 有什麼構思將它打造成港口經濟 第三 第四空間屬於初步構思的階段 未來將會如何推進發展規劃 填海造地等各項的工作 多謝 請羅師長回應 好 多謝 小市長 先生 主席 各位議員 從本屆政府公布第一份施政報告 起 運輸公務份法已經承諾 將城市總體規劃定為我們的首要任務 大家都知道 2014年3月1日城市規劃發生效之後 除了為城市規劃的政策建立基礎之外 也規定了政府必須按照城市發展策略研究的方針 和指引編制總體城市規劃 實際研究已經依法完成 並且在去年12月14日 由政策研究室向城市規劃委員會介紹 正如議員所提到 當中建議建立第四空間 研究完成 並且聽除了城市規劃委員會的意見之後 現時土地公務運輸局正準備編制總體城市規劃的招標工作 我們一直極力期望以宏觀、清晰和客觀的角度 循序漸進為本澳制定能夠兼具澳門特點 又能夠應對區域融合的城市規劃 而政府的政策為了本澳城市發展 以及區域融合帶來新的願景 正在施工的350公頃填海工程 以及85平方公里水域的管轄權 就是過終的例子 另外,都市更新委員會的設立 將會繼續為本澳有需要的地區推動活化工作 現時會不會只是分析未來的策略 現在我請政策研究室的代表作進一步的說明 多謝 好,謝謝羅司長 首先要感謝這個施加倫議員的這個問題 我們相信這也是社會現在比較關注的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去年這個12月在這個程規會上 提交了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發展策略這個報告以後 那麼社會呢也有一些討論 那麼這是施議員提這個問題呢 應該是大家談的比較多的一個問題 施議員這個問題呢涉及三個具體問題 第一,就是美麗家園的具體指標 這個美麗家園 這一次呢這個城市發展策略呢 把美麗家園呢 作為這個澳門城市發展的最高的一個目標價值 那下面呢還有幾個子目標 六個子目標 第一,首先是安居移居 其次是持續發展 然後是空間佈局 環境生態 文化品格 獨特魅力 那麼這些不同層次 不同領域的這個價值目標呢 共同構成了我們 未來澳門城市發展的價值體系 那說白了實際上這就是什麼 所有這些價值目標就是不同利益訴求 就是一個就是 城市發展建設不同層次各方面的利益訴求 那本質上說其實城市發展策略 或者是未來的城市總體規劃 本質上實際上就是要對特定城市空間 根據不同的社會發展訴求來進行配置 這是它是一個本質問題 所以說呢 這個我們把它作為一個最基本的一個問題來做了研究 所以美麗家園呢 這個我們把它是作為城市發展的一個最高的價值目標 但是呢 這裡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提出這個價值目標呢 按照一般來講 價值呢 是這個不好用具體的指標呢 去加以定量 這是一般的它是比較抽象的一個價值 一個價值性的東西 當然呢 這不等於我們在實現價值目標的過程當中 是吧 我們用具體的指標 是吧 技術指標去來予以明確 但是呢 這個不屬於我們城市發展策略的一個範疇 這是這個要留在以後呢 我們做具體的城市總體規劃 是吧 詳細規劃的過程當中去實現 這是第一個問題 當然 補充一句 當然這個第四空間 對於未來這個美麗家園的建設 毫無意識非常重要 如果說能夠實現的話 剛才這個市議員講了 它實際上是一個構想是吧 如果將來能夠實現 那麼毫無疑問 它對澳門未來城市發展 將去有非常深遠的意義 這是第一個 涉及的第一個小問題 第二個問題呢 關於這個發展海洋經濟啊 和建設深水港 這個發展海洋經濟呢 我們有一個前提 就首先必須對澳門我們整個呀 85平方公里海域的情況呢 有一個基本的真實的 切切的了解 大家知道我們現在這個85平方公里海域呢 是這個去年這個才有 我們拿到一年是吧 這是2015年12月20號 這個這個國務院665號令是吧 對於整個的海域的情況 以前呢 這個南這個國家海洋局 南海分局是做過一些調查 基礎調查的 但是這個時間比較久了 我們現在拿到這個85平方公里海域呢 我們要以特區政府的角度 我們要重新對85平方公里海域呢 做一個認真詳細 具體的一個調查 那麼在這個基礎上 我們才能夠明確 我們將來能夠在這85平方公里海域裡頭呢 做些什麼 至於這個海洋經濟啊 和深水港建設 只能在這個基礎上去完成 其實我們這兩天 這個在這裡可以向這個各位委員 這個各位議員啊 這個就是報告一個 最近工作情況 也就是上週我們其實跟南海分局 剛做了第二次工作對接 那麼在這次工作對接上 我們明確了 就是說 首先進行基礎調查 盡快展開基礎調查 我們呢 因為這是一個非常技術性的東西 需要設備 需要技術 專門知識 所以呢 跟南海分局談這個問題 那麼在這個基礎上 將來會做功能區化 在功能區化這個環節 這個過程當中 這個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可能就會對 某一塊 這個85.5平安公里海域的 某一個地區做什麼 某一塊區域做什麼 我們會逐漸把明確化 這是今後在海域中長期規劃當中 要做的一項工作 但是呢 這個 其實現在 可能 我覺得 各位議員都應該有所了解 所以 中央 付全我們管理85平安公里的海域 實際上 條件是 非常 這個有限的 就是我們的深水 最深的水深才4米多 是吧 就靠近邊界 最深才4米多 然後呢 比較近岸呢 實際上才2米多 受潮汐影響 所以呢 將來呢 我們可能 我們澳門居民 或者澳門社會 對這個85平安公里海域呢 期望非常高 但是呢 大家也要有個思想準備 我們現在不會去做結論 但是呢 基礎調查出來以後 公眾計劃出來以後 會向這個 各位議員 會向社會 做一個比較明確的一個說明 這是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呢 重點說說這個 第四空間 這個第四空間呢 首先是什麼是第四空間 我們提出這個問題以後 很多人提這個問題 我也跟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有些議員也 我們都都問過這個問題 那麼 出於呢 城市發展策略 它是一個概括性 非常抽象性的 宏觀性的東西 不可能呢 做非常明確的這個說明 那在這裡 我接這個機會說一下 這個第四空間呢 實際上就是相對於 澳門原有 就是澳門原有的 澳門半島 這個 淡載路環 這三個自然地理空間 而言的提出的一個概念 是一個新的 能夠使澳門居民呢 和社會未來發展 實現生活 生產 和其他各種活動的一個空間 這是整個 對第四空間的 我們的一個理解 實際上呢 第四空間 是一個 剛才市議員也講了 它是一個戰略構想 是一個基本的構想 是未來澳門城市發展的 一個大方向 所以說呢 正因為如此 它不可能 我們今天提出來 它就實現了 有的這個 會提出一種質疑 說你這個太空泛 因為它是一個戰略構想 這個 它一定是一個 時間上 空間上 是不確定的 但是呢 隨著這個我們中長期 海域中長期規劃的展開 我們對這個問題呢 也會逐漸明確 那麼為什麼會提出第四空間 我覺得可以交代 有三個基本理由 第一個 就是我們的澳門呢 現有的空間呢 非常局促 人口密度 第二呢 就是我們澳門現有的空間內呢 實現經濟活動的回線余地呢 非常小 可以說幾乎是已經飽和 那麼第三個 就是我們要對中央 付錢我們管理85平方公里海域呢 有一個基本的交代 人口密度其實大家都知道 這次我給大家一個數字 給各位 可能你們都了解 但是我們最新的數字 大家我不知道各位這個議員看到沒有 就是我們現在根據這個時間差不多 我就簡單說 這個密度呢 大家都非常清楚 這個 所以說呢 多謝主席 多謝司長和美建顧問的一個回答 令到我們更加清晰知道 地四空間這些情況 本來我想追問呢 究竟地四空間 既然是提了出來 那麼 肯定是有一些摸底的情況 究竟 摸底情況 會在哪裡呢 那麼剛才美建顧問都說了 其實現在最主要是摸整個85平方公里的海域的一些情況 那麼所以在這方面提出地四空間呢 是一個概念性 一定是說我們已經大致上 打算擺在什麼位置呢 即已經有了 大致上知道打算擺在什麼位置了 那麼將來它的發展空間 即或者我們未來的發展 究竟是要發展些什麼呢 是配合我們世界內容誘養中心的定位 新興海洋產業 將來的整體的定位 去定這個 那個產業 重點發展一些產業 或者做些什麼 即我相信呢 這個在特區政府 在構思的同時 絕對有這些思維的 如果沒有這些想法 沒有這些思維 那 可能不會產生一個 想著有地四空間的東西出來 就是有大致上 我們未來十年二十年 要做的東西 那才有這個地四空間 那所以我希望 在政府這方面呢 介紹多些少 特別在 提到地四空間 提到未來我們有三個高端 那這些高端 指的是什麼呢 是高端產業啊 還是什麼 這是什麼產業呢 我相信我們很多市民 或者是澳門現在 大家都希望更加了解多些 那還有一個就是說 如果真的落實了 如果我們大致上摸底 會需要幾長的時間呢 同時間提出來 要提到第四空間 即是摸完底了 我們什麼時候 才提到出來呢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現在特區政府 很多的項目 一講研究 到落實 到租 沒有十年二十年都不是什麼 那麼很多市民就會 即是很受傷了 政府是不是只有一個廣字啊 是不是畫個餅給我們衝擊啊 即我覺得這裡呢 我們要好落實的地四空間 未來怎樣去落實 怎樣去一個具體的落實 所以向中央提出 我們將來要做這個地四空間呢 那麼這個呢 我相信 社會是很想知道 因為 我想政府 只是去了 承規委員去介紹 批露的事情 包括在媒體 都很少 市民是特別關心這個的 我希望呢 今天藉著這個機會 政府可以講多少少 透露多少少 麻煩 謝謝市議員 這個繼續的這個問題 這個三個層次的問題 第一個呢 這個 我們非常能夠理解 就是首先你提出第四空間 大體它在什麼位置 什麼方向 應該有一個說明 這個實際上我們在程規會呢 也提到 但是呢 今天在這裡回答各位議員呢 就是說這是 到目前為止 我們提出第四空間 肯定就像市議員講 一定是有依據的 有個基本的想法 現在看澳門的85片空間海域 實際上北面是 北面是沒有想像空間的 只是東面 南面 南面呢 西面呢 如果緊陸地 這個我們澳門原有的 三個地理空間的西面 是珠海 沒有辦法 只有說 向西發展只能先向南再向西 這個我們請了幾個 請跟這個有關的研究機構啊 進行座談 請教他們 也請他們來幫我們來做 現在基本的思路呢 當然不是定論 現在正在做基礎調查 就是說基本的可能性 應該還是在這個 就是南面 而陸環隱南這邊 向南發展 然後有一個 它有擴展的空間 因為東面呢 實際上機場那邊啊 如果再往機場以外走的話 這個海浪的影響 潮汐的影響 都是就是 要求大規模 另外那也靠近邊界了 所以我們最有空間的 還是向南 南將來如果理想的話 那麼像向西邊擴展 這是我們的構想 是比較理想化的 當然呢 這裡有一個問題 我們必須面對 就是說呢 我們這個第四空間 構想的提出呢 最後它的實現 不取決於澳門特別行政區 我們要做很多工作 這個究竟能不能實現 我們說現在我們提出 這個第四空間 實際上是一個前人災數 後人乘糧這個問題 但是能不能夠 災下重火 這個不完全取決 澳門特別行政區 三個高端 三個高端 我們講高端集約 高端集中 高端精致 實際上呢 就是要在 是把它作為未來 這個第四空間的一個主要內容 來響應回應中央 父權管理85平方公里海域的 這個它的政策意圖 那麼就是在這個空間裡頭 所謂的高端 就是我們要把現今 當今社會世界上 比較先進的 先進的一些技術 一些產業 我們引進到這個 第四空間裡來 我們這裡頭有很多可以講 比如高端的旅遊 高端的金融 高端的製造 包括精密製造 但是當然我們能不能做到 現在可能有些人會提出質疑 我們沒有人才 但是呢 我們做的是一個15年的規劃 小孩子都會長大 所以說呢 我們呢 可以說未雨綢繆 來做這方面的準備 那麼 第四個如何落時間表 剛才我講了 確實是 目前我們只能說呢 我們會盡快 我們都很迫切 盡快的來把它 我們也跟有關的單位在商量 盡快來做這個方案 做出來以後 什麼時候能做成 這個也不取決於我們 因為它涉及的問題非常多 我們會盡快拿出一個東西來 然後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 這個短相對而言 到底竟然是短 但是我們會爭取盡早的把它提出來 好 謝謝 謝謝 高天使議員 多謝主席 市長 各位官員 我很認同 施加隆的擔心 因為 政府的研究 十年八年呢 就很正常的 尤其是這麼重要的事情 第四個空間 但是 我想提醒一件事就是 政府必須要 以澳門市民為主 來去作出這個規劃 怎樣提升我們澳門人的生活的質素呢 尤其是五年計劃裏面 所主出第一段 政府一定要想清楚 在長遠呢 我就不說了 但是短時間 現時來說 很多人 玩水上體育 水上風帆 水上電單車 釣魚 等等 這裡有沒有空間給他們呢 你們政府有沒有想 將來 有關他們水上的活動 有個空間給他們呢 你剛才都說到 就是 水深兩米至四米 其實呢 所謂那些豪華艇 如果上來澳門 是很難的 因為水深不夠 其實你已經在暗示 空間去發展 是比較嚇窄 所以我就會建議 現在 如果你真的想 變成一個旅遊休閒 旅遊休閒之中 你首先要想我們澳門人先 你不要住住 都是想六間博企 那些旅客 但是我們澳門市民 就放在下面 那這個是一個錯誤的做法 是時候 是時候 想回我們澳門人的利益 所以澳門人的利益 應該放在前面 所以我們很希望 你們是真的做那個諮詢的時候 廣泛諮詢 而不是來來去去都是 這些 這樣的渠道來去聽取意見 會撞板的 一定會撞板的 因為事實上 現在以我所知 還有我都有玩的 水上活動 好多人是熱愛水上活動的 水上快艇 水上風範 水上游水 好多方面 當然 水上的質量 水上的質量 亦都是一個問題 所以我很希望 政府真的要聆聽 各方面 尤其是現在 我們那個水域裏面 用著 水上的海岸邊 所謂的團體 那些人士 多聽意見 還有我們很希望 就是政府 真真正正 在過渡期之中 即是現在短場 怎樣可以給他們用 自己先 即是你一邊規劃 但你都 沒有理由浪費的 你都應該給他們用的 那怎樣用呢 你們會不會做一些事情 告訴他們 你們可以用呢 就不要像你現在兵賊 那樣的 海關呢 宋碧琪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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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主席 司長 政研室的 米建 副長 大家好 對於這個城市規劃的問題 社會一直都是非常之關心 亦都是 很熱切 期待我們可以盡快有這個城市規劃的計劃出台 當然現時所提出的城市發展策略 2016至2030這個報告 是屬於仍然一個構思的想法 即是去移定 那從構思到落實 中間仍然是一段很大的距離 那所以今天呢 為什麼去 有議員要提出這個問題呢 因為事實上我們都很關注到就是說 我們專家所想的這些內容 是不是我們居民所想要的 而我們居民想要的一些東西 又擺不擺進去 是否融合成為大家所共同認同的 一個我們完整的發展策略呢 所以在這裏是不是可以 因為現時對於這個報告的內容 公佈給社會去知識的內容 是相對仍然是比較少 所以在未來 是不是有一個條件呢 可以再去有多些的文件或者是內容 給我們社會呢 或者我們的市民呢 是有一個討論的空間 或者是有一個知識 讓大家也都是在這個過程裏面呢 是參與到澳門的這個大事 大家共同去移定 我們所想要的澳門人的美麗家園呢 這一點我覺得是比較重要的 如果不是的話 變成往後所想的 接不到這個地氣呢 似乎一件好的又變成了 可能會出現不少的阻滯 甚至會影響我們未來的一個發展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過程呢 當然現在提出第四空間 可能是對於我們未來 甚至是二、三十年後的一個很大的發展 即使出了這個城市發展的一個計劃 可能要和未來這個第四空間呢 還是一個接軌 這個可能變成我們未來的一個 後備發展的空間的一個討論 那我覺得這一些的新的想法思維呢 其實都是一定好的 可以令我們開闊 到底在土地資源不足的澳門 我們所想到的 除了二、三十年的發展 我們五十年後 甚至是更長的時間後的發展 那個概念怎樣去思維怎樣去打開 那所以但是因為條件或者資料的不足呢 限制了 所以希望未來可以多些的資料 謝謝 歐錦申議員 多謝主席 市長、各位官員 就這個話題 當然很明白澳門呢 如果為了應對未來澳門的城市發展和人口增加 擴大我們的土地空間 這個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這個玫瑰園也是可以未來的規劃 我沒有特別意見 因為現在其實實在未有一篇 關鍵就是說 現在提出來的這個 這個 這個名字 第四空間這個名字 因為第四空間是一個特有的名詞 因為第四空間就是根據愛因斯坦的那個長闊高三個圍道 第四個圍道就是時間圍道 第四空間 就是在第四空間可以回到過去 可以去未來的 這個是第四空間 但是現在我們用了這個詞 而擺放進來這個第四空間 然後到我們鄉下的兒子 因為這個第四空間已經是常用的術語 為什麼我們澳門人 用這個第四空間這個詞呢 我們不要隨便 既然我們有個玫瑰園 想個好一點的名字 不要這樣就這樣說 第四空間 就算是最隨便 你第四島 第四區 你也可以說 是不是 或者再給個漂亮的名字 不要這樣隨便 立個第四空間 跟別人的概念混淆在一起 我覺得這方面 在現在剛開始構思的時候 特別將來要諮詢 要去擴大宣傳的時候 我想 想回好一點的名字 不要跟這個 第四空間這個概念混淆 我覺得這個都很值得思考的 多謝 劉永成議員 多謝主席 司長 米健教授 很高興今天也都聽到 司長和米健教授 就我們的成規 也都是早日在那個研究報告公佈 有關的第四空間的構想上面 一些的解釋 那麼 我個人來說 對於 正如米健教授所說的 譬如說 我的理解就是 第四空間可能是一個 一個比較前瞻性的研究 就可能對於我們整個澳門的發展 包括 除了這個澳門 探製爐環之外的 一些空間上面的創造 可能也都是因應回 我們現在很多的 譬如說土地資源的不足 也都是可能在產業上面 需要多元發展的話 是需要擴寬 我們那個城市的面積 利用這個八十五的平方公里的海域上面 去救上 未來我們的藍圖是怎樣去處理 那麼 我覺得 其實來講 我 認為 就是 第四空間應該就是 可能是 要 想起 有些 哪部分的設施 硬件方面 我們現在的城市是不具備的 包括 因為我們的地理位置來講 我們的水域的海藏比較淺些 如果你說在物流 和貨運 深水港方面 事實上 我們是需要去構想 是不是有需要利用這個海域 比如說在南邊 去創設一個 譬如說一個深水港 貨運碼頭 或者甚至乎一個 所謂物流業的倉庫的儲存區 這些基本上是可以救上的 我想 是不是我們就這方面去 向我們的持續的發展去構想 哪些是在現時我們的城市是欠缺的 就在這部分去加入我們這些元素 令到我們的增長方面可以持續 另外一方面 我相信就是在構思城市未來的 比較前 即是未來幾十年後的澳門的願景的時候 我們希望能夠具備了 我們的城市的基本功能 是一定要有 譬如港口 貨運碼頭 甚至乎我們在說的是 我們是否需要將這個客運區 和貨運區分開 因為我們也知道海域上面 有所不同的時候 可能牽涉到 水域上面的運作上面 應該有個分流 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們也在說 城市規劃法提及的 就是我們一定要盡快完成 這個總體規劃 總體規劃的構思 是不是基於我們有 第四空間的草案 而去做這個總體規劃 從而可以逐步去邁向 這些第四空間的實現呢 這方面也想聽聽 或者市長或者米建教授的一些意見 這就是我少少的表述 多謝 林香辛副主席 市長 各位官員 各位同事 在市長答覆的文字稿裏面 第四段 有一句說話 就是現時 因為在這裏前面 我不知道這個研究是否完成了 因為這裏說明 研究 經過這個 城市規劃委員會意見之後 就要進入土地公務運輸局 要去編制這個 總體城市規劃的招標 真的 我很想知道 我們的招標 什麼時候完成 我們這個總體規劃什麼時候完成 因為老實說 城市規劃法 2014年3月1日已經執行 我們現在整個澳門很多事情 在等待這個總體規劃 我們在等待這個總體規劃 第四空間可能是遠一點 但是起碼 我很想知道的 你都要講的 預備準備招標 那究竟招標過程多久 另外來說 你預計在標書裏面 要求它多久搞定這個 不是沒得十年八年來講 真是蚊都睡了 是不是 社會又變了 社情又變了 我問題在這裏 請政府回應 梁榮仔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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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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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按得遲了 不過現在你先講完 多謝議席 司長 顧問 我聽到很多同事 或者是坊間 都城市規劃 比較注重些 經濟房屋 社屋 還有這個 現在你有個美麗的家園 出來了 我在這裏是講少少 希望整體計劃 那時候 希望多些注重 那個中產人士的生活 因為你很多時候 那些研究報告 都忽略了中產人士 那種要求 譬如他想買一些樓 經濟房屋 買不到 美麗家園那些屋 他又買不到 那麼在中間那方面 你希望多些規劃 在這些土地 規劃給他們 有個中產生活 一個圈子 多謝 請政府回應 主席 是 回應一些資料 就是 剛才林鄉生議員 和劉永成議員 都關心到 我們那個 城市整體規劃 這個城市整體規劃 我們現在 正在編制 那個招標的文件 我們會爭取 在今年之內 完成這個招標的程序 謝謝 市長 首先我回答一下這個 高天次議員這個問題 高天次議員這個問題呢 這個 這個 非常理解 就是說 如果 因為現在剛才這個 宋敏奇議員講了 現在可能 有些 信息 就是可能不夠全面 了解的不太多 所以提出這個問題 其實呢我們在 程規會時候講的是 介紹的時候 講這個問題 首先講這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 無論做什麼 我們做澳門 為城市發展策略 一定是為澳門人做 不是為別人做 但是我們有個定位 幾個定位 不同層次定位 第一個定位是國家定位 世界旅遊先中心 中國與普遇國家商貿網來服務平台 然後呢 區域定位呢 我們進入一帶一路 但是最重要的 我們澳門自己的是 美麗家園 然後就是幾個 紫目標價值 就是我們通常 市政報告裡的 這幾年都在講的 五一 就是說我們這個 原則是 非常清楚 就是為澳門人自己做 做規劃 這個 不是給別人看的 至於高 高議員講的這個 水上體育這個問題 將肯定 將來總體規劃裡頭 一定會有這個東西 實際上水上體育這塊 將涉及兩個 一個是城市發展的一個 一個總體規劃 還有呢 它可能 一定會涉及到什麼 將來的 我們的海域的中長期規劃 所以這個呢 就是要一個 一個總覽全局 通盤的一個考慮 當然這個 我們高天 高原剛才講的 我們非常贊同 也是這樣做的 就是你不能說 我做一個15年的規劃 眼前的 我就不去管它 我們這次呢 做這個規劃 實際上有幾個原則 現在呢 海域中長期規劃 也是奉行這個原則 就是我們要重視短期時效 我們一定要看到 短期內能做什麼 然後呢 明確中期的目標 把中期的目標 要講清楚 然後呢 畫出一個 就是 就是構畫什麼 長遠的一個願景 我們15年 20年 一定要給下一代人 要做出這個東西來 讓慢慢的去實現它 所以呢 高議員講這一點 我們都考慮到了 但是能不能像 各位議員所期待的那樣 社會期待的那樣 就很快 都能夠滿足 我覺得這個就是 恐怕 就有一個過程 什麼事情都有一個過程 水上體育 體育這塊 是一大塊 我剛才講的 價值體系裡頭 體育已經是一塊 這是高議員的問題 那麼 還有宋議員的這個問題呢 宋比奇議員這問題啊 講的比較 也是客觀的 就是我們從構思到落實啊 這個整個 這個 它這個過程裡頭 其實專家的意見呢 我們是非常尊重 我們請了 這次請了好幾家 有一個 有一點我們要補充的 就是所有的 政策研究室 做的這個 現在做的 比如說外判的 這個一些研究 政研室都做平行研究 也就是說 我們在外判的研究機構的時候 政研室一直都做 所以說老實話 政研室這兩年做的也很辛苦 因為每一個項目 我們都要做平行研究 平行研究做的是非常辛苦 有的領域還好 有的領域是非常難的 這個問題 這個工作 城市發展策略 政研室的平行工作 是做的非常堅固 我們幾乎同時拿出東西 我們一直在用我們 對澳門的了解和認識 我們一直把澳門人的期待 去影響這什麼 外判的機構 所以最初 最後他們做來的東西 我們又在它的基礎上提煉出 我們最後這個文本 所以呢 專家的意見一定會轉化成什麼 我們澳門人自己的意見 這點請這個議員們放心 那麼至於信息的發佈 這個我想隨著這個總體規劃的展開 我想更多的東西會 越來越多的向社會來發佈 可能會大家了解的更具體 更深入一點 那麼對於歐議員這個問題呢 對這個名稱的質疑呢 這個 我覺得這個問題呢 不單單是歐議員可能有 有些人就 有些人他可能也有同樣的質疑 但是這裡頭要區分一個問題 這個愛因斯坦所講的這個第四啊 他是這個 他講的不是空間 我們這個問題在翻譯的時候 已經注意到了 我們最初的文本 他把我們的第四空間翻譯成這個 翻譯成這個 這個quadre dimension 就是翻譯成第四圍 就是剛才歐議員講的 但是我們現在講的是空間 是ISPASU 是quadre ISPASU 是space 這個是完全不一樣的 這個我不知道 是不是我們之間理解的出發點不一樣的 但這個是我們的空間跟圍度是兩回事 我們講的是space ISPASU 不是dimension 不是 這是兩個問題 這個問題我們一開始就注意到 大家都提出質疑 後來我們也經過一些 大家溝通交流解釋 所以這個問題我不知道 能不能夠回答 可能回答不到歐議員 但是以後我們可以再慢慢慢慢聽 這個 那麼 劉永成議員的問題 剛才這個 林議員的問題 這個剛才已經講了 那麼 就是讓你不僅有房子住 而且還讓你有改善的空間 所以呢 這一塊 當然還有其他所有的我們這些 都可以有對應的這個 有對應的去解釋 這個請這個梁議員放心 好嗎 這個我是簡單的就說 最後我想談一點 就是第四空間的提出呢 其實大家現在不了解 第四空間的思想內涵 第四空間提出呢 有很重要的一點 剛才有的議員 劉議員也講了 這個 一開始 這個 石家倫議員也講 其實我們就相對於什麼 相對於澳門原有的 三個自然地理空間 這個潛台詞 非常明顯 就是要大 它有整體性 不是什麼 我們在沒有海域的時候 ABCDE 而是呢 一個整塊 成規模 然後我們在這個空間裡 讓澳門居民 他的生活生產呢 和其他的各項活動呢 有一個施展的空間 所以這個非常重要 這個 現在 我希望 各位也能看到這個潛台詞 就是它要大 不是 我們在這個 城市發展策略 有一個 基本的原則和策略 就是要 要什麼 集中填海 然後呢 慎用片區 然後還有什麼 中心調整 向外發展 也就是向海上發展 其實這次去年10月 給李總理啊 李克強總理匯報的時候 提到這個第四空間 之前 國務院 這個辦公廳來聽匯報 他提到這個了 他當時就講 他說你們這個要提 他說 克強總理來 首長來 就是要聽報紙上 電台上看不到的東西 你們有什麼冤枉 要提出來 所以實際上 我們這次呢 是把我們那個願望啊 提出來 所以李克強總理 他非常清楚 他一看 第四空間 他就問 他說你不就是要填海嗎 他問題非常直接 後來我們就 我給他解釋 為什麼我們要提出這個東西 也是我剛才給大家提的三個理由 我們的人口密度 我們的經濟活動的空間局限 還有中央副權 我們管理85平衡的海域 我們總要有一個態度 要怎麼樣去利用它 我們15年的規劃 好 謝謝 還有大家說 《描述》 鼓勵員 和副主席 林鄉鑫 問他 我已經講過 按照那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